波兰总理在纪念活动上突然给乌克兰脸色看 泽连斯基你还得忍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我是李哲 前几天波兰举行了一场纪念沃伦大屠杀的纪念活动 结果波兰总理却在活动的演讲中突然对乌克兰发难 说除非找到兵器安葬所有的死难者 否则波兰和乌克兰永远不会真正的和解 你看这话说的义正言辞 满满的正义感 关键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在现场呢 你波兰总理怎么如此不给面子 要知道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乌克兰和隔壁的波兰是好的 像穿着一条裤子的亲哥俩 波兰首都华沙到处插着乌克兰国旗 你不知道的以为乌克兰占领了华沙呢 还在去年底的时候 乌克兰还有两枚导弹 误打误撞的到了波兰境内 打死了两名当地的居民 你说这么大的事 波兰都能给摁下来 关系可想而知 对不对 到目前呢 波兰境内还生活着不少乌克兰跑过来的难民 你知道波兰自从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上台之后 可是对移民深恶痛绝的 但是却对乌克兰人网开一面 没办法是不是 反而大计在前 人 好 但是呢 波兰对于乌克兰本身没什么好感 我们就拿这次纪念活动来说 纪念对象是谁呀 是沃伦大屠杀的遇难者 沃伦大屠杀是谁干的 那就是乌克兰人干的呀 乌克兰曾经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被分割 一部分是分给波兰 结果波兰为了执迷乌克兰人 那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好了 结果到二战风水轮流转 波兰被刮了 好 乌克兰那是渊源相报 在东保加利亚以及沃伦地区 那是大肆屠杀波兰男女老幼 丧心病狂 堪比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 难怪波兰人一直忌惮到今天 不过你说恨归恨 历史归历史 现实情况是 波兰和乌克兰还有眼前这个 俄罗斯大敌当前 所以他不得不团结 于是泽连斯基这个乌克兰总统 竟然亲自出席了沃伦大屠杀的纪念活动 悼念思念者 说铭记历史 估计泽连斯基也是想学一学当年的 西德总理伯兰特 伯兰特为了推行他的新东方政策 追求与波兰等多国家的关系正常化 当年在访问波兰的时候 波兰特在华沙的犹太人纪念碑前 上演了惊世一跪 为当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行为 赎罪和忏悔 这也让他成功的与波兰签订了条约 标志着西德与波兰的关系恢复正常 对乌克兰来说 现如今波兰在左 俄罗斯在右 东边国土又沦为了战场 西边的波兰以及北约 那就是乌克兰的后盾 这次瑟琳斯基是有样学样 他想跟当年西德总理波兰特一样 是有求于波兰的 也想模仿一下 毕竟演员出身的戏就多 波兰一看这台是自然不会放过好机会 用历史问题拿捏一下 其他国家也是波兰的拿手好戏 波兰有一个梦想 一直想成为中都欧地区的领袖 虽然波兰不是像法德那样的老牌欧洲强国 但是他也是不甘心成为欧盟里一个小弟的角色 有道是大丈夫升居天地间 岂能郁郁久居于人下 一方面波兰相信 够硬的拳头是地位的后盾 借着俄罗斯的威胁 由此扩大自己的军备 现在波兰军备开始在欧盟是排第三了 排在前面的只有法德 另一方面波兰动不动就拿二战说事 要德国赔钱 其实就是在找存在感 能压别人一头那是一头 那自己的地位不就冒头了吗 这次波兰对乌克兰的态度也是同样一个套路 你乌克兰不是打算赢得这场仗吗 也得记着你欠我波兰的 也很多 要是我将来想要提升国际地位 需要你帮衬帮衬站个台面 你乌克兰是不是得配合一下呢 哪怕泽连斯基都低头了 波兰还是不放过这次敲打乌克兰的好机会 不过战争还遥遥无期 没打完 小泽同志这些气只能憋在肚子里 以后再说吧 好 今天旅逐观察就是这样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